HELLO 大家好 好 繼續打我們這個大黑天 OK 那這段影片我之後講的 這個是之後配音的 大家看過前面展輯的死亡片段 其實都應該 今天的2個小時 其實我不是打了2個小時 但應該total都玩了10場左右 然後看我記憶中我用了豬 我來回看 其實我是贏得1場 可以不怕跟大家說 贏得1場 那初見那個就 一如以往 幾分鐘就出來 其實就 我自己就預算是這樣的 大家看我的影片都應該知道 因為我初見是沒試過有一次成功 所以我自己是預算會炒 但其實我沒有想過會炒得這麼厲害 因為我每次都可以打定底 因為我每次都可以看好很多影片 SR 其他那些影片 那我見打了天 我就都記了位 記了隻黃的大招 但很可惜都是非常難打 我覺得 因為主要是 因為卡牆這個 你說沒有專門卡小怪 我就很熟 但是卡牆我其實 一向都不太熟 之前都有說 打乾超第二關 那些獅子 我都說過 我不是很懂卡這種場 所以結果非常慘淡 因為這些 那些小鬼 如果卡得不夠快 他在復活就很煩 特別是這關的 鎖技怪 鎖技 因為這關的地雷 是扣得景金 小心這關第二關 要先說一說 因為第二關 曾志偉 就會召喚地雷 是兩彎即爆的 這個地雷 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一定要掃掉 所以這關 我建議大家真的要帶掃雷 飛行就最多一隻左右就差不多好了 如果不是就非常厲害 閱讀這下糟了 因為他的黑洞是Random 他不是說你打橫他就打橫出的 你看到是打斜出的 哇 神經病 城河沒有了 那沒辦法 這個是黑仔 其實那一下 你怎麼彈出來的位置 你都猜不到 所以大家看到 一被人鎖技的下場就是這樣 小王 其實我覺得這關還沒算難打 因為這關的小怪是那些狗 那些狗是減攻的 其實就不算很大威脅的 我覺得 其實上一關可以設定位先 你見我會設定位先 你見我會設定位先 會設定位先 一兩隻在角落先 這樣就不用自己卡得那麼辛苦 但這裡就沒算難打 因為這隻王的出招是有好規律的 一開波他就會埋身抗散 然後就X桿 然後他就會走上去這個左上角 那他走上去的方法 他就很友善 他就是跳上去的 就是他移動過程是不扣血的 他是落地一下 你看他那裡才會扣 我覺得他這個走法 非常友善 因為你知道他被山門天 他打斜走 你只要他沿途是踩到你 你扣得很禁 這隻就暫時不會 小王 只限小王 那我這隊帶了那個就是坦忌 所謂的最合適的角色 然後就 因為這個是面對面連 因為我這次是靠一個好朋友 他肯不停借給我 借給我開場 所以我才可以打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分身可以打的 那其實他的珠就用了這個月讀加上八旗 其實我就不太喜歡用八旗 這關 因為我覺得就 因為他就不對應黑洞 我其實就不太喜歡 但就 那別人借 因為他那個小號 所以就沒得要求這麼多 所以就 八旗加月讀都算是非常好 我覺得就 這個 就是這個 有得這樣借 我覺得就 對啦 這關就開始難打了 因為他這關是鎖忌的 如果你 只掛著卡那隻爆炸鬼 你不殺那些鎖忌怪 就 一給他鎖忌你是奶撻的 可以跟你說 對啦 因為地雷是靠到勁金的 大家知道 剛剛月讀就 整項被人扣了 四個地雷 對啦 所以就千萬不能夠被鎖忌 但話雖如此 但我們還是要卡死這隻怪先 因為三彎有點危險 OK 必要時就 這裡不用必要時 這裡一定要開技 那我們先回去了 一會兒 有時間儲得回技 其實 對啦 那月讀有這個神殺手 打大黑天都適合的 摩尼之天這裡就 清掉小怪先 趕快 就是你起碼要清掉一彎到數 那隻先 最起碼 嘩 這一下 痛啊 金啊 對啦 這一下 哎喲 試不出一個 喂 不是殺不了這隻怪 麻煩了 OK OK 幸好有坦記 下彎就是這個X光線 那你就看看是怎樣給 然後 OK 這次我先坐一坐,因為下一關的怪會在上面,在頂部的出現,所以先設定位置 因為這一回合打了天,只是跳上來,很痛 但因為我們魔力之天是回血的,所以就還好 嘩,這次放進去,OK的 黃關前這關其實是緩衝的,這關其實是給你回滿血的 但你小心,這兩隻魔法師五彎就會放傷害壁,非常麻煩 所以最好優先殺了這兩隻,但你又不要殺了那兩個真智慧 因為那兩個真智慧一死就沒血,其實現在就可以殺了 因為他放了回復壁之後你可以KO他 其實不用特別留 但你就可以... 這裡可以設定位置 那下關王關一開波,那兩隻爆炸鬼就會分別在左右的上角 那我建議你先設定位置 但這裡始終我也是第一天打,所以就穩陣起見,就閱讀這裡 平常大家見到我很少是穩陣起見 平常大家見到我很少是穩陣起見 但大黑天我真的... 我覺得他應該都... 可能我真的第一天是不熟,這個我沒得說 因為我第一天打摩尼茲天,我贏了兩三場 雖然那天我出去吃飯,但打摩尼茲天也輸得很金 但之後大家知道是非常簡單的 其實我也說過我不是天才型的那些 我通常要熟了打法才會打 所以我預計第一天會炒 但今天真的炒得太夠了,所以就... 有點失落 那閱讀... 再留多彎 因為茲尼茲天的位置不太美 哎呀,糟糕了 隨便吧,沒辦法 那皇關 32回合 那總共有三行血 小心就...那些真智慧就... 如果你殺了那些真智慧 那隻皇就跟乾超一樣會發爛爛的 那特別之處是 如果你在第一行血就已經殺了 他就會發怒的 那發怒是直到二血三血都是不停發怒的 那還沒有了那些真智慧回血的 所以... 余非必要真的不要爆那個真智慧 要不然死定了 留意皇那個左下五彎倒數 那其實那個是暴走來的 其實是大技來的 那... 他第一行血的移動範圍就會在畫面的下方 所以你看我現在是... 那些人先走上去的 現在是... 對了 那盡量我們... 你當打阿修羅那樣是要走位 好,這裡先回回一點點 我們... 嘩,這下真的多漂亮 殺了一隻怪 那就有三彎時間 那...大黑天黑... 不不不不... 魔力之天了 我們上回去了 唉,頂你個肺 那這下就... 不知為何會這樣洩回我 那他吃眼了 這個 那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這裡先回一回血先 其實我們已經殺上面那三隻不用怎麼動的 因為他的位置好漂亮 那一路回血一路撞那個有情技 就是... 刮奇 對了 回定血等吃大招就OK了 其實這裡 OKOKOK 那他的大招了 這回合就... 是...下方移動加放些豆豆 那大家看到這招會麻痺 其實類似C0那些 都是那些... 一路移動一路會踩人那類 那類 但是都OK 喊過這招就OK了 其實他就麻痺一回 其實都很快的 說真的 除非剛好下隻到你動的 那這裡一路打一路回血 那我留意第二韓血那個... 爆炸鬼就會右下角出的 其實正常是應該要設定位 那我暫時沒有這個功力 因為我就... 其實我應付第一韓血都... 即是沒有... 用完全力的 大家看到了 OK 那我留意二血這隻被濕奴 是殺不死的 其實就不用理他了 可以... 那...主力就是要打王 那都是要小心 就不要爆到那個真摯位 即是那個面具 其實講不久 其實... 資深玩家都會叫做真摯位 大家打一分明是什麼 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點危險 因為那隻爆炸鬼就一定要殺 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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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嘩... 你見我設定位置 是設定位置 現在我那些人要先去右面 喂... 不是... 進來吧... 失敗示範 這下... 都是要清小怪的 所以... 沒辦法的 但是... 其實... 好像... 八奇還可以的 一會兒... 一會兒... 是不是... 好像不是... 兩彎不是... 動不了了... 那我們... 照久吧... 我們... 我們... 先彈一下場 回一下血 對啦... 不要浪費 對啦... 那... 這下... 回定血等... 食大招啦... 一定夠時間超速的 16關應該是... 一定夠的... 這下... 應該沒問題啦... OK... 對啦... 這樣彈啦... 好合理啊... 一邊打...一邊回血... OK... 那...這下... 下彎的小怪... 就會在這個... 下面出的... 對啦... 所以... 你這個人... 你這個可能... 要設定位置啦... 那... 黃... 就會在上面的... OK... 那... 他7彎的... 照舊... 照舊... 都是設定... 走定老先... 其實都OK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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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貪心... 其實... 我覺得... 就... 不夠力殺... 可能... 我想... 打都幾少... 沒辦法啦... 那... 八旗就... 直接開技啦... 那... 其實這下... 目的是要清小怪... 我就... 可能... 我就... 我就... 可能... 我就... 就... 我... 就... 就... 上去啦... 那... 其實熬到... 這個... 坦記憶... 就... 我們可以回血的啦...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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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kome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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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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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忍一忍,跟打魔力之天一樣,忍一忍放上下激光大招才開波 白騎先走回去 OK 坦忌就贏了,因為他用了大招後,其實這招很無力 他用了大招後,小怪死了這招就完全沒有威脅 基本上,OK 這招就贏了,這招我個人覺得打得輕鬆 都是控制範圍內,我打了大部份情況 我打法比較貴,因為我是等他放大招,我知道有些人是直接秒那隻王 大家看到第一天是打不到,打不到打天 我知道下面很多人會留言說我打到一隻,我有大黑天啊 哈哈哈哈,那些傻子 你被人串,我是幫不到的,這個我明白的 你不用騷,我打到大黑天 這其實都是等多兩天的,因為星期日就正式 星期日我就用全陣,不同的時間 我就未必出白騎,可能會出另一隻 因為反傳掃蕾我都有不少 其實我覺得出魔力之天會好些 應該到時就沒理由打不到了 只要我熟了這關應該都OK 但這關是真的有難度 因為主要是怎樣說呢 他是先考你卡牆 第二就是他連續兩關中BOSS沒有回 其實這個設計也挺難的 所以都考驗你對隊伍的輸出 所以這次這個大黑天就這樣 初見就... 預了就這樣炒蕾 到時我們星期日就再拍過了 OK,就這樣吧,拜拜 拜拜